除了自动显现污点以及自动选择修复源以外 在Lighton Fire中污点去除工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改进 我把照片放大到100% 然后我使用Q键来启动污点去除工具 在传统上我们都知道污点去除工具的画笔形式是圆形的 所以我只要在这里点击就可以建立一个圆形的选区 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修复源的话 我可以在Lighton中使用斜杠键来更改我的选区 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修复位置 但是如果我需要修复的不是一个圆形区域应该怎么办 你知道在Lighton Fire中 我进入Photoshop干的最多的是什么事情 修复污点 我可能只是需要擦出一根电线或者某一些画面中的污点 但是它们通常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区域 所以我需要进入Photoshop使用污点修复画笔或者修复画笔 或者纺织图章或者修复工具等等 任何类似的工具来做这些事情 因为在Lighton中我几乎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选择 但是在Lighton Fire中这一切变得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在这里我使用这样一个大小的画笔 然后我点击鼠标 不要释放鼠标 这时候你就可以像这样直接拖动鼠标来建立一个选区 释放鼠标 Lighton会非常智能地为你选择一个相似的区域 我使用H键隐藏我的标记我们来看一看 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去眼带效果 只是使用污点去除工具 如此简单的画一笔而已 我使用H键召回我的选区 然后在这里是一样的 我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点击鼠标 不要释放 直接拖动这样一个区域 使画笔可以覆盖眼带 然后释放鼠标 同样来成为我选择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圆 如果你觉得这个圆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使用斜杠键来做一些选择 我使用H键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修改之后的效果 我认为在这里似乎有一些不是很满意的地方 所以我使用H键我召回我的选区 我使用斜杠键 然后我使用H键我看一下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依然有一些瑕疵的话 我可以缩小我的画笔 然后像这样我再次建立一个画笔 我按H键召回我的标记 我使用斜杠键换一个地方 我看看我按下H键隐藏我的选区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使用反斜杠键来看一下调整之前 以及调整之后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这是在来通发音中 污点去除工具的一个最大的改进 你可以设置一个自由的污点修复区域 这样的污点去除工具 一定能够为你解决很多问题 事实上我觉得把污点去除工具 称为污点修复画笔 也许会更合适一些 好